澎湖旅宿业众多 为了维护旅客住宿安全及品质 政府除了加强稽查非法旅宿之外 同时依交通部发布 检举违反发展观光条例案件奖励办法 定有澎湖县政府奖励民众 检举未领取登记证 及扩大一页的旅宿业作业要点 且自109年2月发布后 借获民众检举违规违法旅宿共7件 经查证属实依规裁处 于违法旅宿缴纳罚还后 县府仪规定 共计合发新台币12600元的检举奖金 旅游处表示 检举违法旅宿业 需提出被检举人具体违规及证据资料 包括违规行为 事实、时间及地点等检举资料 以例查查采处 同时为了避免衍生职业检举人 特别提醒民众 一年累计检举奖金以30万为上限 要点内也参照交通部奖励办法规定 检举的旅宿如已经被县府发现 列馆中或已发放奖金者 及县府所列馆中的非法旅宿 已列为日常稽查的非法旅宿业 不列入检举奖金发放范围 虽类此情形 无合法检举奖金 但民众若发现 有非法违规经营旅宿形式 仍可向县府旅游处举报 旅游处特别呼吁民众 入住非法旅宿无法确保自身健康与安全 也呼吁旅宿业者申请执照 以免受罚 记者陈荣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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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